这个是我们用蚯蚓粪做的一个无土栽培番茄 长实还是非常好的 这段时间有种植物问我 你们选择有机肥 用有机肥的标准是什么 实际上无土栽培的话 有时候会用一些有机肥在里面的 包括我们这个蚯蚓蚓 蚯蚓作为栽培机 实际上蚯蚓本身里面就含有 有机肥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还会去用一份 那么就是说对于种植物来说 如果我们去使用有机肥 那么我们在选择有机肥的时候 我们要看中哪几项植标 你是看中有机肥里面 氮磷钾的含量呢 你还是看中有机肥里面 一些蛋白质 氨基酸 腐质质 包括一些瘾多类的 就是调节生长类的 瘾多类的 还有那个等等一些酸类物质的 是看中哪一个 实际上就是我们选择有机肥的标准 应该看中哪些东西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有机肥 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 它是一个好的有机肥 严格来说 氮磷钾 就是有机肥里面的氮磷钾 含量是并不高的 正常的话一般就是4% 但是我们经常在市面上 会看到10% 实际上那些氮磷钾的 都是后期为了满足 我们有些种植物 心里的需求 人工添加进去的 意义不是说特别大 实际上你使用有机肥的目的 不是使用他们的氮磷钾 那如果使用氮磷钾 你直接使用复合肥就行了吗 实际上我们用有机肥的目的 使用的是什么 里面的有机质 这是一下 第二个呢 里面的蛋白质 氨基酸 腐质质 这些东西是我们一个需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生物原类的 好比说引朵类的 刺激生根的 还有一些调节生长的 这种天然的刺激物 这些呢是经过多少年 生物菌它的降解啊 它的合成来分泌出来的 这些天然类的 这种生根类的 包括调节类的物质呢 比我们现在市场上买的生根基啊 或者是液调节剂啊 就是长寿的激素啊 比它们活性要高很多倍的 比人工合成的 效果要好很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挑选有机肥 实际上是 看中这些物质的种类 包括一些含量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物质的物质